我們回答中心 昨晚公布了一個業績 就是第四季多賺1.08倍 去到5億3千萬美元 以及提到的預計就是 第一季度收入環比增長 就是1.5-1.7 以及毛利率也介乎 3.6-3.8 看到今早的股價其實也做得不錯 這個朋友就問他想重新買入 我想他曾經放過 他說現在是沒有貨的 三個月來講你會怎樣看他的股價走勢 Johnny來的 當然了,其實中心 我自己一向看法都是屬於好的 甚至過去也都在這裡推介過 但是當然去年 你看到特別年尾的走勢就比較差 我想最主要當時始終都是 因為中心最大的問題 風險都說過很多次 就是他業務其實不是頑皮 但是就很多時候如果你在說 比如中美或者很多不同的因素 他會交華雄 大家會比較害怕 因為始終本身中心的獸 這個牽連會大一點 所以自然股價一向都是有這些 抵抗存在 但是好在你看到年頭回來 因為至今其實慢慢走回強一點 最早一來 當然今天最新就是一個業績 其實都很同意的 業績比預期還要理想 因為其實這些新鮮股好的地方 他們每一次出業績 都會有 譬如下一季的一個预期 或者大概的預期 所以永遠就是當下一季 業績的時候 你可以比對前一季 當時他出多的預期 那個差異大 所以以剛剛這次第四季的業績來看 對比當時的第三季出現之後 他對第四季的Focus來說 其實這次四季的數 基本上全部都是好過當時的預期 所以業績上已經是比較理想 連帶來先提到 他會有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的預期 正如因爲所說 其實第一季 你看到他的預期 都是比市場預期還要理想 因爲一來其實他環比的收入 還是有增長之餘 最主要的磨利率 其實剛剛第四季分三成半 已經算高 但是你接近第一季 其實是三成六至三成八 是還有提升的 這個其實 對他的股值 或者營利的預測 會比較好 很多一些看法 因爲始終生免股 其實實際來說 都很看法利用率 所以如果能夠磨利率 比較升 其實對於利用的保證 會是多一點 所以變相 你看到今天或者近期的股價 相對比較強 都不奇怪 但是始終 你說走過 想再買回 當然明白的 有時候很多時候 股價升上來 就會深思想買回全球 但是始終過去這兩天 都升得比較急 如果要買 我覺得可能等一等 因為剛剛去到一百天線 這位附近 差不多二十元 其實破不破得到 都未是太明顯 所以一旦破不到 可能會稍為做一個整固 例如下回到大概十九個半 這些水平附近 所以如果真的要買 我覺得你兩手準備 破到一百天線 破得到位 先純粹去追 上面就看可能 二十二十三元左右的位置 但如果破不到 寧願下回到十九個半 附近這些位置 才慢慢去分鑽去買 會比較合適 要解釣去沒有 旁請在 daily 返走 無縟